本期话题 扎波罗热前线已成绞入机 乌军一天战损200人 美国将援助乌军埃布拉姆斯坦克来救场 俄军黑海舰队一水兵遭到乌军策反 欲炸毁军舰被俄方挫败 据俄媒7月27日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 乌军加强了在扎波罗热方向的攻势 但乌军的进攻被击退 并且伤亡超过200多人 被摧毁39件装甲装备 不光在扎波罗热方向 赫尔松州代理州长萨尔多 近日向媒体透露 据前线指挥部统计数据 乌军7月1日至23日发动的反攻中 损失的人数多达880名 乌军在南部战线损失惨重 最主要原因是 此处的战场态势属于乌公俄手 俄军在哈尔科夫集结士兵主动出击后 就一直在南线保持着此前的防守态势 在此前已有的防御攻势下又增设地雷 乌军在哈尔科夫已转为被动防守 所以不得不硬着头皮在南线打攻坚战 在战场上 实力相当的双方展开攻防战 主动发起进攻的一方 本身就要付出比防守一方更大的伤亡 况且目前乌军在军力和空中打击能力方面 还略逊于俄军 死伤惨重也就不难理解了 还有一点就是 乌方出于政治目的 高调宣布此次反攻计划 致使俄军早有防备 乌克兰政府早就在相关媒体公布了 其将于7月下旬到8月之间发动的反攻计划 正所谓兵折轨道也 乌克兰政府竟然为了向西方展现出 乌军在西方的军援下没有退缩 而将反攻的时间和方向透露给了俄军 俄军早就做好各种应对之策 等待乌军的反攻 乌军虽然在前线的反攻中 承受了巨大损失 但是美国宣布 9月将开始对乌克兰援助 31辆埃布拉姆斯坦克 据悉 乌军士兵要经过数周的训练 才能够掌握操控这批坦克 在能熟练操控坦克后 对乌军的机动能力和整体的战力 自然会有一定提升 而且这批坦克可以迅速补齐 之前乌军大批装备 被损毁而产生的装备缺口 缓解乌军前线与俄对抗的压力 但是坦克的支援 并不能直接扭转整个俄乌战场的局势 31辆埃布拉姆斯坦克 虽然能形成小规模的作战单位 完成在战场上的协同作战 但是面对成百上千的俄军装甲部队 在数量上仍不占优势 而在性能方面 虽然美国的埃布拉姆斯坦克 有着不俗的表现 但是能不能适应俄乌战场的实地情况 还有待观察 尤其是面对俄军的地雷阵 埃布拉姆斯坦克 可能很难将其机动性的优势发挥出来 被寄予厚望的鲍二坦克 就是没能适应俄乌战场 没有发挥出该有的实力 而导致其不败的神话破灭 此外 不得不提的还是 乌军对装备的维修能力远达不到战场需求 这使得美西方国家对乌援助的装备 根本赶不上战场的损耗 虽然北约相关国家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 并已经在波兰着手建设 可以维修乌军受损装备的维修基地 但是距离正式投入使用 还得很长时间 而且在美方第一时间宣布 援助坦克计划后 俄方就表态了 任何出现在俄乌战场上的武器 都是俄方的合法打击目标 所以这批坦克的结局 也极有可能是在卫送至前线前 就在后方被俄军精确制导武器摧毁 届时又将因为乌方缺少维修能力而直接盘窝 俄在前线虽然面对乌军没有太大压力 但是俄军内部却出了问题 据俄媒报道 当地时间7月27日 俄联邦安全局破获了一起 试图炸毁黑海舰队舰船的案件 并逮捕了一名被乌克兰策反的俄军水手 虽然这不是乌克兰第一次 针对俄黑海舰队的袭击了 在7月17日克里米亚大桥被炸当天 俄方就在黑海拦截了数架 试图袭击黑海舰队的乌方无人机 但是这次袭击事件与之前不同的是 试图发起袭击行动的不是乌方人员 而是被乌方策反的俄方水手 这次乌方袭击黑海舰队的图谋 虽然没有被成功实施 但是也展现出了乌军的一些战略意图的变化 其一是 乌克兰越来越倾向于袭击俄的后方军事目标或基础设施 屡次袭击莫斯科和黑海舰队都展现出了乌方眼下的进攻方向 不只放在了战争前线 其二是 乌军的情报部门可能在一定程度上 展开了针对俄方人员的策反工作 以便帮助乌方在俄实施恐怖行动 此前 俄军一名军官被风暴指引斩首 就是因为其本人在释迦媒体上暴露了自身位置 而据俄媒最近的消息 两次轰炸克里米亚大桥 都有英美等国的情报部门参与 这说明了俄方在情报工作方面存在短板 俄军在前线与乌军展开战斗的同时 也应该警惕己方是否已被乌军情报力量的渗透 综合来看 乌军在前线和后方都发起了袭击 一个令乌军损失不小 另一个袭击图谋 因被破获而未能实施 而美国方面也是继续加码援乌 准备将埃布拉姆斯坦克送至乌克兰 俄冲突在双方你来我往的交手下 已很难在短时间内结束了 更是在美国的供火下让局势加速恶化 这所谓千里之堤毁于以穴 俄军虽然在前线有着对乌军的优势军力 但是也不该忽视乌军在战场之外使用的新手段 俄军应积极应对剑招拆招 如果不从此次袭击未遂的事件中吸取教训 早晚要酿出大的祸患